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窗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驾驶室的位置 包括车座的部分 其实是都有刻画出来的 车眉眉骨的部分确实还原 烟囱也是采用了大量的电镀涂装 这期视频其实也不算是完全变形 我其实是做了点小臂 我把最难调的肩甲部分 我给它拿出来了 我觉得肩甲部分拿出来之后 整个变形能减轻至少我认为30%的一个痛苦量 今天的重点就是变形这款产品 我们先从这个底板来看起 首先把后裙甲这个位置翻开 两个脚掌中间是绷着一个卡扣 把这个倒钩卡扣给它解锁开 按住电镀键的部分 一触的卡扣解锁 车窗底下的这个部分解锁 里面有一个暗扣 我把它翻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按扣是在这个部分 一个大方槽卡在腿部的这个位置上 车尾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倒钩卡扣 这一侧是一个倒钩 所以呢 我们解锁的时候也是按动这一侧的电镀键 把这个卡扣给它崩开 分开之后呢 这个位置 两腿呢 我们把它打开 这第一处按扣呢 是在膝盖的中间位置 是有一处按扣 第二处的按扣呢 就是人形头部这个地方的方形槽 解锁在这个位置 底部呢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大卡扣 脚掌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顺势给它转过来 然后侧裙甲的部分 我们给它翻开 这里面有一个造型键的部分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贴合 通过胯关节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给它先调整到正确的位置点啊 根部的关节方面呢 我们把它拖动到正确的位置 把整个这一片呢 我们给它翻折下来 这个位置 银色的面板 我们把它往里收 找尖这个地方翻开 这几处卡扣 解锁 再通过双动关节给它包裹上 这一片沿着根部的末盘 关节 先给它倒让出来这个位置 把整个这一片拉伸 这地方是有个拉伸卡扣的 再给它旋转过来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车轮胎和里面这个地方 正好有一个内部的凹嵌 我们再把它收进去 有一个锁定关节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折动一下 解锁后方车尾这个电镀键 整个的双动关节啊 把这个小腿面板解锁 里面这个蓝色的部分啊 跟这个小腿啊 还有一度维度的卡扣 要解锁这里面的卡扣啊 才能进行小腿面板的一个解锁 这样我把这个双动关节打开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面板和内侧呢 也是有一个卡扣的 变动蓝色面板的这个部分 挑起 向外进行一个旋转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啊 在这憋着 轮胎这个部分进行一个旋转 小腿部分 对应这个轮胎的位置点 是有一个锁定的关节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维度卡扣 小腿甲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几个小维度关节的 阶梯状的关节 我们把它密缝 这个卡扣位点 这个部分有一个方形槽 小腿甲的这个部分 翻下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倒钩卡扣 锁在这个地方 脚侧方这个部分呢 稍微调整一个角度 前车灯的这个位置 给它避让过来 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维度卡扣的结合和锁定 然后把这一方里面有一个小的这个维度卡扣 在这给它锁上 整个一条腿就变好 有一个重点是在于 大家有时候说密合不到位的情况下 是因为你这个前裙甲 你是要完全探到胳膊里面 两侧呢 给它翻转到正确位置 有点紧啊 这个地方 车变人的情况下 再给它推回去 解锁前面这两个电镀键 这两个地方的一个维度卡扣 两侧给它解锁开 这个电镀键给它翻开 还有一个难点 我认为是手指头的一个收纳 我个人习惯呢 是打大拇指收到里面 然后剩下手指尽量往里并 这个转轴关节 这个卡扣的部分 在小臂这个位置 有一个大卡扣 给它脱开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 给它脱开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地方 它是三个块状来进行一个结合的 两侧的块状结合中间这个位置 把两个手臂中间的这个地方倒让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压着这侧面这个位置呢 把整个中间这一片中间这一片的卡扣给它解锁开 这个地方的眉骨呢 适当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位置给它避让开 我们做这些呢 主要是为了把上面几个咬合卡扣的位置 给它结构破坏掉 这个地方同样也是有七星勾 所以呢 它这个倒钩卡扣呢 是勾住上半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稍稍向下使一点力气 这个地方往上抬 把这个倒钩卡扣位置解锁开 稍稍往上抬一点 把这个卡扣的位置解锁开 这个部分它是有一个拉伸关节 记得小的进气格山这个地方给它立起来 这个车头这个部分 我们把这一片呢 也给它放上来 然后紧接着我们把这个手臂的部分啊 稍微往外打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维度卡扣 这个上下有一个拉伸的卡扣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的部分尽量的是往上贴合 因为我这个是没有装肩甲 所以它变形的时候会稍微好变一些 但实际上来说肩甲里侧呢也是有内部卡扣的 把整个腹部给它拉出来 仔细来看 它是用了两个滑道来进行一个设计的 首先呢 这个仪表盘的这个地方 你需要把这个滑道滑到最底下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上方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滑道 腹部的这个部分 你需要把这个腹部拉到最上方这个位置 不能动的情况下 你看 变上出空间之后 你再把这个腹部给它转过来 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的锁眼 在这个部分 挺小的一个细小关节 沿着双洞关节给它往上靠 靠到这个地方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锁眼 跟腹部的这个位置是有所结合的 刚才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座椅的细节 我们把这个座椅细节呢 给它下压 你会发现金色的这个部分和这个地方 还没有衔接到位 调整这个滑槽关节 下压到金色部分和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咬合卡扣 稍微避让一些 把底下的这个电镀键呢 呈现一个V字 这个电镀键的门骨 这个锁定卡扣呢 给它破坏掉 破坏之后呢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维度的咬合卡扣的 把整个维度咬合卡扣呢 给它解锁开 翻置到内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灰色料子有一个双洞关节 我们沿着双洞关节 把这一片呢贴合 往里收 紧接着呢 里面银色的关节 也就是它腰部的这个填图件呢 我们给它盖住 沿着这个球形关节 稍微错开角度一些 把它往里收 收到这个 腹部的内侧 整个封挡 全部压合 压到里侧 它有几段的这个维度 我们把它整个往上贴合 然后结合整个卡扣的位点 腰部的这两个位置 这个地方有两个方形槽 是要卡住的 侧面这两个地方有两个腰眼 底部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卡扣位点的 把这个腰眼和卡扣位点对准 给它翻过来了 按正常来说 上面这个眼 这个部分 看到了吗 就这个地方 卡扣的这个地方要结合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收缩 这两片 给它收到这个位置点 然后再来看刚才那个球碗关节 球碗关节呢 正好是收在它圆花这个部分 最后呢把这个胸口 这个部分给它往下一打 简介着刚才后背零件 我已经往上贴合了啊 实际上来说 现在贴合才是正确的位置 然后这两个一两 调开 卡扣的位点卡在这个地方 卡在这个地方的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位置啊 它是有几段维度卡扣的 在这等着你 卡扣的位点给它锁死 这个末盘的关节 我们给它往下转 整个末盘关节 给它抬上来 整个肩甲这个地方挑起来 把末盘整个这个关节 沿着根部关节给它挑上来 挑到一个锁定卡扣 胳膊摆正到正确位置 给它转过来 然后胳膊抬起来 电镀键这个部分 给它收纳到里面 正好这个电镀键呢 也是顶在它这个 你用键这个地方 固定胳膊的卡扣位点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变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一个末盘关节 但是呢它的重点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个卡扣 它是要卡在这儿的 所以呢 你不管怎么调 你把这个末盘关节 调到这个卡扣的附近 然后对准卡扣位点 给它进行一个锁定 然后这一片卡扣位点呢 是在这儿 一卡在这个缝隙这个位置 二呢 就是这个道沟 卡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锁定一下 好 一面就完成了 肩甲呢也是有双动关节的 我们把这个肩甲安装上去 武器啊全部进行了一个搭载 简单摆一个人形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的变形呢 虽然在调整的过程中啊 去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可以看到AT呢 在原本的1.0到2.0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呢 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这一次的金属色呢 确实也是非常亮眼 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啊 这款呢我认为AT呢 还是有待提高的 就是它的重心不是特别稳 因为它上半身其实比较沉 它脚步这个地方支撑力度啊 有一点稍微薄弱 所以身体是往前倾的一个状态 那整个主体的一个支撑力度啊 你可以看到我把武器全部搭载上去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啊梅林权杖 闭刃在侧方也给它拿走 大剑这个部分是新增了一个卡扣 可以卡在背后 也可以和主盾呢 来做一个展示 盾牌这个地方也给它拿走 整个的一个卡扣的紧实度呢 非常非常的紧啊 整个的这个旧化效果呢 我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这个联动非常非常帅 大枪上面也是有这种干扫的一个细节 而且呢握持力度来说 整体你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个握持力度也得以保证 卡扣的一个精准度呢 也是比较精准 先从上半身开始看起啊 我觉得整个的身形呢 把控的是比较到位的 如果硬挑一些小毛病的话 我觉得胳膊稍微有点短 如果稍微长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好看 整体的这个金属蓝色的一个发色 上面是做了这种自洗的一个效果 加上火焰纹的一个呈现呢 还是比较好看的 头雕呢 是我进行了一个渗线 整体的一个细节 还是不错的 眼睛部分呢 是有金属色的一个着装 但是我觉得 如果加灯的一个效果 可能会更好 整个渗完线之后呢 这个细节层次和感觉上来说 确实是耐看不少 整个关节方面来说呢 偏紧实 手臂的一个关节 也是齿轮关节 大臂支持平转 而且呢大臂甲这个部分 也有一个所谓的联动 我这一点非常喜欢 手掌部分是可动手 腰部呢是可以腰转的 有一个弯腰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弯腰的关节呢 稍稍是有一点松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腿部整个的一个支撑力度 我觉得还行 后踢的幅度呢 只能达到这么大 小腿的这种细节和涂装层次 我觉得做的也很棒 脚尖这个部分是合金件 比较可惜的就是脚掌这个部分 并没有做合金件 我觉得整个产品呢 把玩下来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力度 是很大的一个受力点 希望AAT后续能做一个补件 把这两片呢 替换成合金 我觉得整个的关节的一个支撑柱呢 可能会好上不少 真的这个背部无懈可击了 已经是无限接近不可变的产品了 虽然这个变形难度呢 是很有挑战性的 但是整款产品 确实是视觉冲击感很强 不管是载具形态的这个车型还原度 还是人形接近于三菱的一个体型和细节的丰富性 我都认为这款AAT的金属色晴天柱呢 是有着它存在的一个意义 虽然变形比较虐啊 这一点是必须要承认的 但是得来的一个视觉效果和颜色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你不考虑变形的话 其实我蛮推荐这个金属色的版本 如果你是想体验把玩的乐趣和变形的乐趣的话 我个人更推荐原色的版本 而不是这次金属色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下期我们再见了 拜拜